虽然这些大小朋友在某方面有缺陷 但是他们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在树林高中特教班同学的身上 找到了答案 然而他们也透过主办单位的安排 第一次前往了手作坊体验馆 进行了观摩交流学习 然而各项的生命教育课程 除了让特教班的同学 也能够关怀扶持 和自己相同生活历程的朋友 同时在职场中也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爱不罗嗦手作体验馆 胜利目的就是欢迎各方民众 或是团体来到馆内与糖宝宝做互动 而这样的生命教育过程 进来树林高中特教班也首次来参与 让彼此有着相同生活历程的朋友 学习关怀扶持 今天带来的同学有高一到高三 然后我们带同学来的目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特教班的孩子 在高三毕业之后 他们未来就业的职场 就是比较会偏向像这样子的庇护工厂 或是小型作业所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在高中就学的时候 就可以先有体验 然后先可以知道工作的内容 还有工作一些需要具备的能力 然后让同学也看到 他们未来就业的环境 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 让他们其实能够更理解或更了解 或更清楚的了解 其实肾脏的一些孩子 其实他们只要很认真的工作 或很认真的学习 其实他们跟一般的孩子 事实上是没有两样的 那也教育我们一般的一个爸爸妈妈 跟一般的我们学生 其实这些孩子虽然他们有一些 可是他们为了生活 还是那么努力的往前走 那更鼓励我们所有的 一般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其实你们应该看到这样的情形 应该有更多的感触 然后来为我们未来的一个生活 来做打拼 第一次来这边烘焙 我很高兴 可以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吃 之前有玩过吗 没有 那今天玩的心情怎么样 很高兴 透过生命教育课程 大家学会珍惜自己所有 弥补自己不足 而这样的特殊体验 也欢迎大家保名参加 要来我们这边做体验 或来这边做生命教育 我们有一个网站 那单位可以透过网站来这边做登记 那也可以打电话来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来做EA 那我们主要是配合各单位的一个时间 我们尽量来调整 然后来为这些生长的孩子 跟社区的我们民众来做服务 虽然这群大小孩有缺陷 彼此却懂得致时其力的重要 而来到这里观摩 看看跟自己相似的人 如何在职场上找到价值 而已经有工作的人 也展现专业自信的一面 给未来要就业的学生们看 因为走入社会并不难 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本分 相信别人也会懂得尊重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